加薩人道危機惡化之際 美国在2号首度对加薩空投援助物资 美军是派出了三架C13栋运输机 总共抛下38000多份的餐食 但是这样的方式却让救援团体痛批 空投运送物资的效率实在是非常低 而且很难防止武装分子来取得物资 好 另外一方面 美国官员也透露 其实以色列大致上已经同意接受 为期六周的停火协议 现在只差哈马斯点头答应 运输机尾门开启 物资从高空抛下 随降落伞缓缓落入地面 美国出动三架C13栋运输机 2号首度对加薩空投救援物资 美军共抛下66件包裹 内容物均为食品 包括38000多份餐食 饭部包括饮用水和药品 加薩民众拿到物资依旧开心不起来 联合国估计 加薩大约57.6万人 濒临饥荒边缘 区区数万份餐点 恐怕杯水车薪 聚员团体也批评 空投是个很糟糕的物资运送方式 从其量只是拍照好看 远不如卡车有效 而且几乎不可能防止物资 落入武装分子手中 此外虽然以色列允许少量物资 透过卡车运进加薩 但却严格控管物资种类 不只禁止麻醉剂和X光机等医疗用品 就连湿纸巾也不肯放行 不满以色列政府迟迟无法救回人质 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 数人走上街头 不过最新消息是 不具名的美国官员透露 以色列大致上已经同意 停火六个星期 换取哈马斯释放人质 调解人员希望在3月10号 穆斯林在戒约开始前 达成停火协议 以色列率先表态 就看哈马斯如何回应 成为人编译